这个人他其实当时也是在新北的这一带 算是非常有钱的一户人家 当时他就请了 应该他不能说请 应该说这个活佛很奇怪 到他家里头就敲了门 按了门铃 然后他就觉得很奇怪 怎么会有活佛到我们门口 他就说我是转世的小活佛 我现在觉得你们家里头怎么样怎么样 我要帮你 我来帮你看一下风水 让你能够变得更好这样子 那当然这个心里一想 那我真的是很好运 因为居然活佛会自己来按我家里面 那是有多深的因缘 所以他也没有想什么 就好那就请他进来看 那当然看完之后 帮他家里头安了神明神座 整个都用完以后 他付了一笔当然蛮大的款项给他 这个因为觉得要诚心供养他 这一件事情其实过了一段时间 也没有想到 他也没有想太多 重点是后来 他请我到他家里头去看风水的时候 我刚刚是走进去看他家里头的布置 我就觉得布置有点奇怪 但最奇怪的地方是在神桌上 因为通常神桌上禁忌非常的多 那我们一般来说在风水上面 我提到银宅阳宅各方面来说 会提到用一个词 这个词叫做文公尺 那么文公尺其实它包含鲁班尺跟这个丁男子 也就是阴宅跟阳宅上面在测量的 那很特别的地方是在 我们神桌的左手边叫龙边 右手边是虎边 那么虎边又 龙边又代表男生 虎边又代表女生 那么从这个地方来梁的时候 发现一个特别 很特别的地方是 他居然在这个地方 你会发现有个叫死别的这个字 那在右手边出现的时候 就是死别这两个字 我想不对啊 我说这样子的话 你这个的话代表女生会遇到 发生一些事情 可能会碰到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情况 我一讲完之后 妈妈马上眼泪就掉下来 就滴下来 她说她女儿在这个去年 我们以前有所谓的什么夏令营 那些活动 她女儿就参加夏令营活动的时候 在玩水过程中 不小心就溺毙了 而且这个时间还不到一年 那我想说 那这样子的话 你可能还有家里头 可能还有其他的问题 于是我就到其他的房间去看 其中因为每个房间门很特别 是因为风水头通常 它都会量一个固定的极致 所以你的门看起来会大概都一样大 不会有的很大 有的很小 但是呢 那个儿子的房间量出来之后 居然是一个 你这边看呢 有一个叫生病的病字 这个就是一个病字 病字 那当然基本上来说的话 我们发现她的儿子呢 虽然已经上了国中二年级 可是有一种难以其实的怪病 然后没有办法医好 那不管看医生也好 然后用到各个地方去治疗也好 这个当然这个毛病对男生来说是影响比较大的 尤其如果在同学之间会被嘲笑 所以呢 他也没有办法说要怎么样去做 后来当然基本上来说 你我就说那当初他有没有告诉你说 这个门大小怎么样 他说可能就是这个做大一点 这个再做多大 他大概是比了一下这样子 所以他就照当初他所说的去做 所以呢 一般来说观众朋友一定要记得 如果真正所谓的活佛 其实呢 一般来说他们刚才提到 有提到活佛转世 是不是他要来寻找回去 然后经过认证 所以基本上来说 他应该都会被迎回去 做这些动作 然后认证他活佛 其实在台湾很有名的是在大西 曾经有一个这个转世的理由 他在这里转世 然后被迎回到那边去之后 去做了认证 所以大家一定要清楚 这些东西 要不然的话 往往会被人家利用